健康资讯众说分云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医的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 我是主持人梁医健康王的编辑陈婉欣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哲豪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癌症 哦这个 对啊 是比较沉重一点的议题 其实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其实国人十大十例之中 癌症其实已经43年 这么久 快要43年第一名 对 这是真的蛮严重的 虽然说现在科技医疗逐渐在进步嘛 治疗机会更多 也有可能治愈 可是我觉得应该说 患者可能在这当中 会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疼痛嘛 疼痛跟副作用一定是很可怕的 其实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就有统计过说 有五成的癌症患者啊 他们可能都会有疼痛的问题 而且是所有期别 一二三期 然后可能七到九成的晚期 癌症病人也会有疼痛的问题嘛 所以其实这个疼痛的问题 可能已经成为治疗癌症当中 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之一 对 其实不管是药物的治疗 或者是癌症本身的副作用影响 它都会让患者感到非常大的痛苦 那连带也会影响到他治疗的心情 还有家人陪伴的心情 但是有没有最新的解方 可以舒缓这样的不适 甚至是有没有什么新的治疗方式 有新的选择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 马上欢迎台大医院 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 同时也是台湾疼痛医学会的 常务理事林志鹏医师 欢迎林师 嗨 婉欣 哲好 各位健康问良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林志鹏医师 其实疼痛科是一个 相对比较新兴的专科 那通常是在取得专科医师之后 再做了额外的训练 然后才会成为一个疼痛科医师 因为这几年 他非常快速的在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他 这个光谱拉得满开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先把自己 这个科当成是疼痛的加一科 也就是身上有些疑难杂症 有一些困难 那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判定 到底要去哪一科寻求医疗协助 也可以有适当的分流 比方说我们知道 头痛也许要看神经科 脊椎痛也许要看骨科神经外科 但是当你觉得很难判定的时候 也可以让疼痛科医师 帮你适当的做判断 这个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其实是因为在台湾 法规的限制 如果一个病人 尤其是没有肿瘤 不是恶性肿瘤 诊断的病人 如果他因为病情的需要 他需要长期使用 比较强的泪鸦片的药物 那在法规上 他需要的是麻醉疼痛科医师 做长期处方的开例 这也是大部分医院 在设立疼痛科的 刚开始的原因 那当然因为这几年 我们尤其是疼痛医学会 做了非常多的推广教育训练 其实疼痛科医师现在的主要专长 会是所谓微创的疼痛介入性治疗 什么是疼痛介入性治疗 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如果今天是好 一个急性的腰椎的椎间盘突出 那这个椎间盘突出 有点严重 它好痛 可是它又没有严重到脚没力 没有大小便控制困难 也就是在医学上 我们可以就是进入 症状先治疗的状态 那如果病人是不想要 这么快的去寻求 直接的手术处理 又不想要无穷无尽的 一直在吃止痛药 那就可以寻求疼痛科医师 是不是能够做介入性治疗 那所有的介入性治疗 其实是需要影像导引的 也就是我们会需要用科学的影像 把我们要做的治疗 比方说我们要打一点点 肋骨唇在拖出来的椎间盘附近 让它消肿 让它对神经压迫少一点 那我们就需要非常精准的定位 适当的评估你的位置 然后给足够 但是没有过量的药物 那有一些比较进阶的做法 比方说是要做脉冲式射频 让它的神经敏感度降低 更多的是 有些比较辛苦一点的病人 比方说它的脊椎 已经开过非常多次刀 但是它的疼痛却仍旧在持续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介入性治疗 比方说神经调控处置 我们可以在脊椎比较高位的地方 放一个电极晶片 让病人能够有持续的电刺激 我打个比方 我们平常如果手被刀子割到 是一个剧烈的疼痛 我们的反射会是什么 是甩一甩 压一压 吹一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这些走 就是比较粗的神经的这些感觉 让这个神经传递的效率更变高了 那就会遮盖掉疼痛的传递 这个叫做闸门理论 那现在有非常多进阶的疼痛治疗 其实是用闸门理论在做疼痛 我们没有把疼痛的原因拿掉 但是我们让这个疼痛的讯号传递到大脑的过程 它的效率是降低 也就因此而造成疼痛的减轻 这个大概是目前疼痛科医师最常见的业务内容 癌症疼痛之所以严重或之所以难处理 因为比方说我们把癌症疼痛分为肿瘤本身造成的 或治疗造成的 我们先看肿瘤本身造成 在比较严重的肿瘤 它毕竟是在空间上长了个东西 然后它就对你的组织造成了破坏 比方说骨头的转移 你原本很硬的骨头 因为肿瘤吃到了 它就变得软软脆脆的 所以它就断掉了 所以肿瘤的疼痛在你肿瘤没有消失之前 它其实可能都会一直存在 也就是它的病程就会非常的长 我们以骨折来看 骨折的病人打好钢钉 装好钢板 一个月大概就会愈合的差不多了 可是肿瘤一直在那里 它的所造成的疼痛 它就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大脑 我在这儿 它就会是没完没了 日日夜夜的疼痛 好那另外一个治疗相关的疼痛 我们以头颈部肿瘤的病人为例子 我们知道头颈部肿瘤 很多病人是需要接受放射线治疗 放射线治疗会引起非常厉害的黏膜发炎 那黏膜发炎其实超级痛 就算是只是喝水 再通过这些受伤的黏膜 它就像是火烧过你的喉咙一样 它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再来是我们另外举一个肿瘤之后可能出现 比方说多发性骨髓流 现在的治疗成效非常好 可是它可能在还没有完成治疗之前 就已经先发生了压迫性骨折 可是它的压迫性骨折造成的脊椎变形压迫 或甚至是神经压迫 那个疼痛在你多发性骨髓流 可能治疗好了之后 它还是会持续的 所以我们把肿瘤的病人的生命历程来看 在刚开始诊断的时候 也许它需要接受手术 也需要接受积极的治疗 我们以手术为例 那就是手术后的急性止痛 那这个相对是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是因为肿瘤本身 或是肿瘤的治疗 所造成的这些疼痛 那它其实就是比较棘手的 最近遇到的病人是很多年前长了乳癌 那我们知道乳癌现在的治疗很进步 所以它有经过了七八年的时间 是完全身上找不到肿瘤的痕迹的 所以过了五年之后 我们就视同这个病人 也许是治愈的状况 结果很不幸的是 它过了七八九年 忽然有一天是腰痛 然后腰痛 当然就是已经就想说 我现在已经是过正常人生 就腰痛就好吧 就当成一般的腰椎退化 在做一般的治疗 可是奇怪 怎么吃止痛药啊 复健啊 隆不好 隆不好 后来又再回去医院 做了比较仔细的检查 发现 怎么 因为毕竟是带肿瘤诊断的 所以我们还是在排了 它的不扫描 是脊椎的转移 好 那就是很痛 痛到它就说 怎么没完没了 心情就当然大受大几 对 后来它就不愿意再治疗 不过当我们 最后我们也是好说歹说 对 那终于是把它拉了回来 对 但是中间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的沟通 对 癌症疼痛这么痛 对 是因为它的病灶一直在 嗯 所以一个有效的抗肿瘤治疗 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止痛的治疗 所以当然就要跟你的肿瘤 可以是好好的配合 好好的做你的抗肿瘤的治疗 对 好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其实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是要勇于说痛 我们知道疼痛有非常多不好的影响 影响你的睡眠 影响你的食欲 影响你的情绪 那这些都对于你肿瘤的治疗 是不好的 是 不想错过精彩内容吗 欢迎订阅梁医健康 网YouTube频道 他可以搜寻健康问梁医 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 拜拜